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台中有两个手酿师 一个叫沙丽 一个叫雪丽 他们热爱酿造也都喜欢蔬食和烹饪 当沙丽碰上雪丽 当手酿遇到蔬食会迸出什么样的美味呢 说到客家菜 咸香下饭的客家小炒 绝对是最具代表性的客家料理 今天要教大家如何炒一盘 清爽蔬食版的客家小炒 在台中有一家以咖啡店为名的蔬食餐厅 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卖点是创新料理以及长厨的帅哥主厨 台中这家有两位手酿师创造的蔬食餐厅 他们使用轻手酿制的圆麴 还有味噌入菜 创造出随着时间不同 而有不同风味的料理 同时他们坚持使用在地当令的食材 所以让他们的料理 多出一份甘醋味和人情味 会开这间米花田是因为我的好朋友雪莉 因为我们本来是一起学做酿造 然后我们有希望就是把酿的味噌盐曲这一块 就是把它继续发展下去 因为我们是手酿师 因为热爱酿作 沙利和雪莉原本的规划是到处摆摊 推广他们亲手酿制的味噌和盐曲 没想到沙利身体出了状况 没办法长时间拿重物 他们决定改变计划 改开蔬食餐厅 因为雪莉原本也很会煮菜 也很爱做蔬食 那我们就重新再做蔬食 然后把我们学习的味噌盐曲 带入我们的菜里面 因为我们那个盐曲跟味噌里面 还有活的菌在里面 所以我们吃下去还会吃到很多氨基酸 很多我们人体需要的维生素 还有这是对肠脏比较好的 味噌就是日本人为什么会那么推崇 会吃味噌也是这个原因 沙利曾经开过蔬食餐厅 三年后重新出发 选择将手酿元素放进料理中 很快就征服了客人的味蕾 野菇味噌全卖面更是店里的人气餐点 其实这倒是算我们这边蛮受欢迎的 是因为它有加我们的味噌 可是每一次客人 他们来都会有不同的味噌的口感 他们也都能接受 因为每次开缸的风味都会不同 我们也会用不同的味噌去做 可能下次我就会用南瓜 下次我用黑豆 所以客人很喜欢这个 他们每一次吃这个 他们就这个味道很特别 他们只使用台湾在地 以自然农法耕作的蔬果食材 加上只用烤 拌 汆烫等简单料理方式 来保留食材营养和原味 就连味噌和盐渠的制作 都有着同样的坚持 我们都是跟小龙去拿他们的有机米 然后黑豆或者是网豆 然后还有盐 就是这样简单 所以都是天然发酵 没有说再加什么顺序没有 全都是用靠温度去空气它 然后他们发酵完成之后 就是我们的味噌 有感于小龙大多不善推销产品 他们就主动在社群网站上宣传食材和原料的出处 协助推广 其实我们之前有认识一些小龙 他们是惯性的 然后认识久了以后我们就跟他说 其实你如果转换 你如果愿意转换的话 我就跟你买 然后你种什么我就买什么 不管你什么价钱 结果那个小龙真的 他就真的跟他儿子研究 然后去买米糠来泡米糠水 然后做酵素 然后现在他的菜是真的是 只要一出来就卖完了 连我就跟他买菜都不太买得到了 他就很开心 他说这样很好 我都省下来 农药的钱也都省下来 其实我们想看到的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加了亲手酿造的味噌和盐渠 因为加了对这块土地的爱与责任 让他们在推广素食的道路上 更有助力与动力 我们希望我们的东西 连昏食者都可以来吃 就是素食者带他朋友来吃 不会觉得很丢脸 还是觉得说 好啦 下次就换成 跟你们去别的地方吃 可以把他朋友带来吃 那我们现在其实有一半以上的客人 他们都是昏食者 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素食 是没有素料的味道 而且他们来可以吃到 很多食物的味道 客家小炒是最能展现客家菜 咸香风格的料理 今天黄振博主厨就要亲自示范 教我们做出非常清爽又美味的客家小炒 今天为大家带来这道料理叫客家小炒 我们的配料有豆干 红萝卜 杏鲑菇 碧玉水丝跟小麦豆片丝 接下来跟大家做介绍的是 我们的切配的方式 第一个是豆干 豆干首先我们把它切成片 接下来是红萝卜丝 然后这个杏鲑菇它过有炸锅之后 会吃起来特别的Q 好 接下来为大家切的这个 就是小麦豆片丝 这个丝炸起来酥酥脆脆的 会为这道菜带来一个新的口感 接下来我们沙拉油下油锅 我们会等温度来到160 180左右 接下来我们会下豆干 豆干炸起来之后 先放在旁边备用 接下来会下小麦豆片丝 小麦豆片丝炸的时候 一定要炸到酥脆 然后你这道菜吃起来 它才会多一个口感 接着我们下杏鲑菇丝 杏鲑菇丝刚才在切的时候 不用切得太细 它吃起来才会有鱿鱼的口感 红萝卜在过油的时间 不用太长下去 大概两秒左右就可以烙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一样下一点点的沙拉油 炒一点辣豆瓣跟蚝油 辣豆瓣在炒的时候 一定要炒到它香气出来之后 它才不会有那个罐头的味道 接下来把我们刚才过油 豆干小麦豆片丝红萝卜 这些食材下去 翻炒几下之后 下一点点糖跟胡椒粉提味 我们会再下一点点芹菜段 跟九层塔 使它的味道更为丰富 今天为大家带来这道客家小炒 非常的容易也简单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家里面试做看看 它非常的咸香下饭 炒这道菜可以让你多吃一碗饭 在一般咖啡厅里面 青食料理大部分都是配饺 可是在台中的这一家咖啡厅里面 却以创新美味的西式料理打响名号 接下来就让梅君带着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一家有帅哥主厨特正的咖啡厅 哪里有好喝的咖啡 哪里有好吃的蔬食餐点 哪里就是我要去的地方 今天带你们来这家 巷弄里面的蔬食咖啡厅 我们有小道消息指出 他们除了符合以上这两点之外 他们老板听说也是素食者 而且长得超级帅 到底有多帅呢 不是啦 是到底餐点有多好吃呢 我们必须亲自去烤就烤就好了 走 你好 你好 我今天一位用餐 一位用餐 想要吃什么餐点吗 有点贪心 想要吃披萨跟汉堡 那我如果是披萨的话 我们现在有一个紫玉地瓜披萨 那它是做全素的披萨 那如果是汉堡的话 有一个叫做酱烧豆腐汉堡 就你推荐这两个好不好 好 没问题 麻烦你了 好 谢谢 这边这两样菜都是新推出的餐点 对 它是蜜汁酱烧豆腐煲 也是我们接下来要推出的新的汉堡 你看这个油亮油亮的面皮 有没有 这个一定咬下去酥脆好吃 好多汁喔 那时候怎么会想说 要用这个豆腐在这个里面 一开始在选材的话 我们基本上都是以 比较贴近真实的食材 去做选择 所以我们选择版豆腐的原因 也是因为它的口感会比较好 然后搭配我们自己制作的那个酱烧汁 对 然后卤到熟汁 这样子 第一个它的味道够之外 那豆腐我们也有在处理过 所以它的口感也会比较Q弹 好 接下来是这个 完全没听过的 紫玉地瓜口味的披萨 你看 满满的馅料在上面 而且呢 你会以为紫玉它就是要做甜的 没有 它就是要跟人家的不一样 你看 满满的有这个玉米笋菇 然后还有红萝卜紫玉的丁在这个上面 它面紫玉酱好滑顺喔 然后有那个豆腐味在后面慢慢一下发出来 然后它那个皮啊 就这样薄薄脆脆的 然后加上这整一种 好好吃喔 那当初的话我们是 只单纯的选用紫地瓜 但是就发现其实它的紫地瓜的颜色 其实没有太亮丽的颜色 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豆腐 让它的颜色稍微拉回来 偏到只是比较亮一点的紫色 过程中我们会加入一些高汤 味道不会完全的是咸或甜 会比较回甘一点点 更有变化这样 对 你看这杯是老板特别帮我特制的 因为我们这杯是经过 特别的拉花日的卡布奇诺 对 然后这杯是老板帮我特制的 加豆奶的 因为我没有喝奶 我来喝一口看看 好好喝喔 它这个咖啡是我喜欢的一种 不会太苦 然后上面的奶套呢 它打得很绵密厚厚一层 在这边好享受喔 一定要赶快来吃吃看 今天谢谢你 不客气 谢谢主持人 年轻有为又帅度爆表的 Lukas老板 除了是草食系颜值担当 更是实力坚强 创意无懈的经营者 在餐点的设计上用心 创新且美味兼具 为了让大家能够更亲近蔬食 台湾现在有越来越多的 蔬食料理魔法师了 像是手酿师 把盐渠和味噌入菜 增添料理风味的层次 像是创意的主厨 把地瓜做成披萨 也让饮食变得更加有趣 你要不要跟亚里一样呢 把蔬食变成你的日常 蔬果生活制 告诉您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